而随着一位在西班牙人对本场比赛首飞出场,他也成为了时隔3234天之后,欧洲五大联赛,连续首飞三场的一位中国球员,而上一位做到这日成就的便是哈俊敏。 当时在2010年的4月24日,哈俊敏代表圈奥克零次队连续三场首飞出场,而中国球员,暂时也没有想到,等到向一个中国球员做到这一点的时候,他们已经等了将近几年的时间,今年的冬季转会。 李伟以200万欧元的转会赛,从中超冠军上海上岗,加盟到了西班牙人队,宣布了新赛季欧洲五大联赛,如中国球员这一高大纪录,随后的五场比赛,李伟常常都获得登场机会,其中最近三场比赛比赛更是首发登场。 虽然李伟首发一定程度,得益于西班牙人队内严重的三病场,但这也与李伟过去几次出场的出色表现不如关系。 截止到目前,李伟已经为自己的心甲登价,再有利点强,并且打仗过一副能住。 值得注意的是,如果五瘟销一场还能继续首发的话,他将会追凭哈俊敏,在作为中国球员在五大联赛连续首发的纪录四场,跑力到五瘟逐渐提升的状态。 他完全有可能追凭甚至打破哈俊敏的纪录,相信在稳定的出场时间保证之后,五瘟距离自己游然生涯正式比赛的首个竞球已经越来越近了。